上大货了上大货了 我还没放鱼饵呢就上货 第二转一下黄金万两 大家好我是安德公小米 今天早上出来干的第一个活 疏通的 客户家收拾的这么干净 咱也得讲究点 穿个鞋套 和客户沟通得知啊 是家里孩子玩这个塑料瓶 把一个塑料瓶给掉进去 然后然后然后就直接倒着马桶堵成这个样子 这么大的硬物一般是冲不下去的 只能想办法掏 像这种情况一般都在拆桌面 但是死马当活马一 咱先吊一下试试上不上货 干疏通的朋友对这个干应该不陌生 这是今年刚买的第一次用 试试效果 我们边下钩子边送时针摇摆 因为在弹簧的前端鱼钩 它是特别尖锐的 如果有个钢丝球之类的 毛巾之类的 袜子之类的 那直接就拉出来 就我这个疏通二把刀 这么说哈了几下 感觉好像要勾了 我去这是多大的货呀 怎么拉不动 哎呀兄弟啊 先变拍了 大把手吧 绝对杀大货了 哇塞 神奇不神奇 意外不意外 惊喜不惊喜 各位老铁 你们有我这个技术吗 能用钢丝掉出塑料瓶 这个不多借吧 估计大家想说的那句话 我听你们说了吧 虾猫碰上死耗子了 老铁们 你们知道这工具是谁的 得过去烧个花呀 这工具可以量产了 衣物取出之后 马桶送接 畅通无阻了 我们把这个瓶子解泡一下 里面好像有墨水 为什么一直冲洗都是蓝色的 家里面那个蓝泡泡 本来是有点绿色 怪不得是蓝色的 里面有一张抽纸 上面全部都是笔线的油 这个视频大家也引以为戒 告诉自己家孩子 马桶可不是什么都通得下 太大的东西 不要往里扔 还好这个义务呢 没有拆马桶就取出来了 如果需要拆马桶的话 那估计费用也不少 还得需要换法兰打玻璃胶 收个上门费 赶往下一家 下期见 有点凌晨